再看到花莲市和平路上车流繁忙 更是不少学生补习的必经道路 但其中却有了店家因为搬迁留下了遮雨棚铁架 毫无防护的直接裸露在人行道上 导致有学生在徒步通行时 不慎撞上当场见血 躺在病床上脸上伤口包着纱布 男同学非常无奈 因为没想到妈妈带他去上补习班 才刚下车脸上就挂踩 男同学差一点就可能眼睛失明 他下车的时候要闪然后要过来 所以他就无意识的要走进棋楼 然后走进棋楼的时候 没有发现这份半空中 全的一根铁柱在那边 所以直接就撞上去 左眼下只差1.5公分就到眼珠了 然后还有额头有一些伤势 会觉得很危险吗这样子 会啊很危险啊 本来招牌就要拆的 被男同学撞上的铁柱 事发后店家赶紧移除 花莲市和平路旁的一间店面 搬迁后拆除工程不确实 导致陆过男同学脸部受伤 左眼下跟额头缝了好几针 血压还一度掉到5-6时 可把妈妈给吓坏了 没想到重回现场发现 还有尚未拆除的铁柱 你看这边地上有两支铁片 这铁片踢到或是不小心撞到都很危险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会请屋主要把这个危险的部分 来限期排除 我们是可以罚这个储所有权人 6到30万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 这个它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必须去了解之后 才能做后续的处理 虽然事发后屋主已经把垂落的 危险铁柱拆除 但地面钢架基座仍未处理 目前花联政府已经正式发文 要求屋主限期改善 实地勘察后将不排除 依法开罚 记者徐立琴 花联报道